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贝瑞甜心的一个讨梅树梅的果酒 这种小甜酒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想要喝一点饮料 但是又想要一点微醺的感觉的时候 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来给你们试一下 这个酒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不甜 因为我真的很怕那种很厚的小甜酒 它有点像我们在私厨喝的那种滋酿的果酒 带着一点果子的清新的味道 有一点酸度 甜度呢只是轻微点缀 也没有那么强的酒精味 它的度数是8度 所以你在家里面看剧看电影的时候 配点零食喝起来刚刚好 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更好 接下来这个酒真的是我的挚爱 是白月的橘味梅子酒 因为它比起一般的梅子酒来说 不会那么甜 带点橘子的酸味 而且这个颜值 你真的看到它就很治愈 这个就是我们家常备的装冰球的一个神器 干杯 这整个的味道就是一秒把你带回夏天 就是梅子的甜度和橘子的酸度刚刚好的中和在一起 一下子就会有一种你整个人身心都被打开的很清爽的感觉 我看到有人还教它跟乌龙茶混在一起 正好我试一下味道 乌龙茶比较好的综合了这个酒的甜度 但是还保留一定的酸度 所以喝起来有一种调和酒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下来就完全是饮料的味道了 这个酒的酒精度呢是10度 算是入门级的就可以喝的酒 整体的味道喝起来是非常干净清爽的 没有那种很复杂的调配味 也没有很重的酒味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啤酒 叫诱惑9号 这个瓶子真的非常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这个开瓶器 是老杨送给我的一个小猴子的 这个酒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喜欢喝甜酒的人 这里面的果味非常的富裕 就是你会瞬间的涌出各种梅子味 苹果味 有一点柠檬的味道 然后加着这个气泡在你口中翻滚 心情会非常好的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 对于我这种不爱喝甜的人来说 他的那个 请不吝点赞 订营好几天 尤其 啤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我的甜点 点赞 订阅 转发我的甜点 这次有点 进行 我们去 在 转发我的甜点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个香槟叫巴黎之花 然后它的度数是12度 就是比较适合朋友聚会的时候喝到微醺的感觉 而且它比一般的那种大牌香槟的价格要便宜一些 大概在400块钱左右 因为这个酒我买回来是要节日聚会的时候 所以就不给你们开箱了 这个酒它喝起来是有比较浓郁的果香味 里面是能喝出来一点蜂蜜加柑橘的味道 然后气泡也挺足的 所以我觉得花了400多块钱买一瓶香槟 质感看起来又很不错 还是挺划算的 很多人都让我推荐红酒 但是我觉得红酒的水太深了 像我们这种喝着玩又不太会喝的人 其实买红酒的时候经常也会比较容易头疼 所以像这个酒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 这个酒呢叫做瑞马特飞翔的灵魂 干红葡萄酒 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Bayern Space他们家开的一个专门卖酒的店里面买的 颜值特别高 价格也挺便宜的100多块钱 但喝起来真的很好喝 它的葡萄品种就是赤甲珠丹布和希拉是产自西班牙的红酒 这个酒喝起来也是丹宁味不会太重 那种干爽的程度也刚刚好 而且它本身是这种扭盖的设计 所以如果喝不完一瓶的话也不会太浪费 度数是14度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入节日喝的红酒又不想买太贵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这一款 性价比之旺 接下来就到我这种超级喜欢喝烈酒的人非常开心的环节了 就是酒梦子系的两款酒精度比较高的酒 一个就是马迪利和安州城的联名款 看到这个酒瓶的时候真的有点舍不得拆包装 拿上一个我专门来喝威士忌和白兰迪的大酒 可以加上这一块 这声音真的太享受 喝下去之后呢反而来一点点那种雪梨和西梅混合的香味 而且它不会像很多的那种甘义白兰迪 喝下来之后你整个的嗓子到胸口都会有一种灼烧的感觉 它就是很柔顺的下来了 然后身体会瞬间变得暖暖 就是以前我们老家烟台的那个章玉白兰迪很有名嘛 每次喝都是觉得啊好冲啊 根本喝不下去 但这两年反而越来越觉得白兰迪真的很想喝 这款的酒精度是40度 所以我觉得聚会的时候差不多大家分这一瓶也够了 整个人喝的已经晕晕嫩了 但是终于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威士忌 那给你们推荐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威士忌 只要三四百块钱 然后它也是很正宗的苏格兰丹一麦芽威士忌 叫阿贝十年 这个丹一麦芽威士忌呢 其实是来自于爱雷岛 它也是苏格兰威士忌六大产地中最特别的一个产地 因为它生产的这个威士忌的味道呢 是那种很重的烟熏泥美味 在混着一点点海洋的气息 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风味 这瓶酒我已经空瓶过两瓶了 好过瓶 这个威士忌刚入口的时候 其实挺辣的 充裕着那种很奇特的泥美味 你接下来呢又会喝到 Espresso的那种苦味 带一点点尼古丁的那个烟草的味道 之后的火一干当中呢 又可以感觉到一点蜂蜜香草的那种味道 总之我还是非常喜欢这款酒的 大家如果对威士忌感兴趣 我不想一下子去买太贵的入门的话 真的可以试一下这个 好啦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在这样的生活节奏和状态之下 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一个私密的时间 你能够安静下来 好好的自己任性一下 大哭或者大笑一下 跟喜欢的人待在一起 或者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扫着一会儿 总之呢那种微醺但不上头的状态 确实很解压 确实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放松 当然依然要提醒大家 早捉疫情千万不要过量饮酒 我也非常希望在评论里面看到你们的酒单分享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拜拜 我去接着把它们都喝完了